OK的话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 我不觉得不要用按钮了 我希望可以再插入 函数的时候呢 我希望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针对这个工作而产生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话 最好是可以怎么样呢 一个罗布一个坑嘛 那我不用学习 即便是不用不是你啦 别人来用也还是OK的 那这个地方都按确定之后 他会跟你要三个东西嘛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他会自动把我们格式化 按确定之后他会把结果什么 Return 回来 Return 回来就是把这个结果放到这边来 按确定就好了 那这个最后他还是要点两下 因为他必须要 自动去填满这个格式 那实际上 向下填满的主要用途 这个应该 观念大家都有 因为向下填满 他的什么呢 他的列号会增加向下填满 那向右填满当然是蓝的增加了 OK那我们要怎么产生 这样一个的函数 怎么产生的 第一个 各位要有观念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也是一样 Visual Basic里面 刚刚在插入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是一样 一样必须要有个什么 一样必须要有个模组 所以模组是必要的 这个模组是必要的 那第2个是呢 你要在优标放这边 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 那刚刚是插入一个sub 特别注意哦 sub 跟function 主要是我们会用这两个 那 sub是指的是就是说你程式 他就跑 他就 从头帮你跑完 循序的就对了 跑完就离开了 那 Function指的是 函数 那函数 跟sub最大不一样就是说 函数 跑完之后会 Return 他会有Return 就是 返还一个 结果给你 那个结果的话呢 就会返还到你儲存格 现在所在的位置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会 制定函数的话 我们必须要用到这个叫function OK 那名称的话呢 我刚有秀一个名称叫手机好了 比如说我们叫这个名称 手机 手机 OK 然后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特别说这是一个function 所以方选最后你必须要 返还的 就是输出刚刚是输出到 这边 到依然 对不对 那 方选输出最后一定是输出到自己本身 这一本身呢就会把结果 返还到你游标放的位置 OK 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插入一个什么呢 程序里面 记得选的是 方选 按确定之后会出现 第二个就是说呢 当我 按下这个 插入这个什么 函数的时候呢 我要跟使用者要三个东西 那要东西的特别主要 记得在小刮壶里面处理 有三个东西嘛 那三个东西分别是这三个栏位 所以我们稍微偷懒一下 Ctrl C 或者你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然后呢 在这边 刮壶里面呢 把刚刚三个栏位的资料 把它贴上来 特别贴上去 那在 参数 就是所谓的参数就将来会跳出视窗 不是有一个萝卜 一个一个一个的格子 那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指的参数 那我给他三个 三个参数 中间记得加逗点 分别是 电信业者 区号 默码 OK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做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在 你们的什么呢 在你们的 这个地方 你在插入函数的时候 应该 就会看到 全部里面 特别在全部里面 最下面 就已经有出现 就已经有出现 而且 他的后面刮符 也会出现什么呢 出现这相关的 有没有参数也出来了 只不过现在 按确定 他会跟你要三个东西 有没有 这个部分已经完成了 这是第一阶段 所以插入一个 方选 然后呢 名称的话 这边取消一下 在后面给他三个参数 三个参数的话 他接 那 我们知道这三个东西之后的话 要做什么事情呢 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就是直接 把 结果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手机 所以把手机 这两个字 复制一下 贴到前面 他等于什么呢 等于 公式 基本上 我们可以把 上面这一串 当成参考 上面是输出到 依蓝 可是我们是输出到手机 那后面这一串 其实也是雷同的 所以把它复制一下 把它复制贴上 贴到哪里呢 贴到下面来 但是呢 要修改什么 特别注意 本来我们取得 资料的方法 这个 Sub 部分呢 是由 栏位 上面去取得 但是呢 这边是从哪边取得的 是使用者给我们的 有没有 他不是会选吗 他选的不是会指向那个储存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这个F部分指的是电信业者 所以请你把什么 Sales Sales I这个F栏的东西 改成电信业者就好 因为将来 使用者会提供给你一个电信业者 你就把它放进来 然后区码的话放什么 区码其实就是放那个 Sales G 有没有 就把它放在 但是一样要把它什么 Format 格式化 再来就是默码 默码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H 原来的H栏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 上面如果已经写好了 你就可以拿来参考 观念上都一样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 复制 会比较快一些 好 那所以这个结构 特别注意 这个是 方选的名称 所以将来我们会 做完的结果怎么样 会跟使用者要三个东西 进来之后 把公式做完之后 他会把结果 返还给自己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返还给自己的意思 我插入函数的时候 这个时候找到手机 按确定之后 他不是给我三个东西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这三个东西呢 就是会组 后面那个组出来 有没有 组出来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底下这个结果 那他会自己 返还给谁呢 返还给自己 返还给自己 那自己的位置 基本上 就返还回来之后 他 会再帮你把它丢到 你现在指定的储存格 结果 就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把它按一个确定 这时候就 做出来了 OK 所以基本上 制定函数的流程 大概是这样子 那请各位练习看看 基本上 这个我想 都是第一次 刚刚的按钮是第一次 制定函数呢 也是第一次 所以将来 各位要建立一个 制定函数 没有太复杂 请注意一下 方选 插入程序是方选 要几个东西 看你能要几个东西 那上面的名称 你可以用中文 用英文都可以 如果你这边打的是 中文 将来那个视窗前面那个 名称也会是中文 如果你打英文 也会出现英文 OK 类似像这样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 如何 制定函数 这个叫制定函数 那 Excel里面提供给我们的那个叫 内建函数 那你可以把内建函数的东西 再拼拼凑凑的 也可以变成一个制定函数 甚至你可以做很复杂 反正这些动作做完之后 他就会帮你把结果 Return回去 到你指定的那个储存格上面 就对了 OK 这个就是制定函数的 这个 这个做法 然后